6月5号是重庆大轰炸六五大罪到惨案纪念日 当天上午10点30分至10点42分 重庆上空拉响防空警报 以纪念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鲜鱼台防空警报器 依次冥想 预先 空袭 解除 灾情 四类警报 这是重庆连续24年来 在6月5号这天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放 我们市民防空警报 缅怀和纪念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进一步激发全民国防意识和人防观念 确保人民防空警报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1938年至1943年 清华日军对山城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 死伤者达两万四千余人 1941年6月5号晚 24架日机夜袭重庆市区 致使在较长口防空隧道内躲避的数千民众窒息死亡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大惨案 我们要借往事之来者 在和平年代居安思维 在伟大抗战精神的鼓舞下 奋发突强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